很多人煮罐头包时 都会开罐 将原只的鲍鱼直接放入滚水加热 但就不知道这样会令到鲍鱼变硬 其实加热罐头包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原罐放入水里加热 有些人怕这样加热会令到罐头爆炸 但其实用对方法就不会有问题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煲冻水 记得这些冻水一定要浸过鲍鱼的面 原罐放进去浸过鲍鱼的面 吸盖 我们用的火记得是要中慢火 不要大火去炆 炆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关火 关火我们等它大约5至10分钟 才拿出来 炆一会就可以开罐 懂得如何加热罐头包之后 就是时候学习如何用罐头包煮菜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可以加上罐头鲍鱼 再加上圆盆 吸盖 炆多10分钟 想卖上可以更漂亮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金黄火褪丝 再灑在面上 简单的佛跳场就完成了